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说过时 文革新生代以江青张春桥等人为代表的 这一支崭新的政治力量 步入中国的中央政治 一下子也使他们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内 包括军内当权派的眼中钉 肉中刺 对于这一点 我相信包括毛主席 包括江青张春桥他们这些人 都心知肚明 所以我们才有了江青 对于自己曾经的红色的光明正大的历史的 一份表白 一份公开的宣讲 亮明了自己的出身 同时宣誓着要为革命立新功 这样的一份决心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 那么对于林彪等人的当面说好话 对于军内当权派的表面文章 那么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新生代们 也知道 你来我往 投桃报李 为了一个团结的目标 最典型的事件 那就是九大召开之前 是江青提议 要把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写进九大的党章 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空前绝后 我相信以后也一定不会有 林彪应该说 在整个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的历史里面 是唯一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而这个动议是江青提出来的 九大召开前 江青向毛主席正式提议 不是一对一 是在一次这个毛主席召集的会议上 江青当众向毛主席提议 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这一条写进党章 最后确认林彪这个正式的接班人地位 江青说这样做的话呢 就省得别人再对接班人这个位置 有觊觎之心 对于全国人民来说呢 看着我们敬爱的林彪主席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 全国人民不也就把心放下了吗 这是江青提出这个动议 以及说明的提这个动议的理由 那么当场很多人在场啊 周恩来呀 张春桥这些人都随声附和 觉得江青的这个提议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 我方才说这是空前的呀 总来没有 并且呢 江青是在明知道以林彪为代表的这个军队当权派 压根就没瞧得上自己个 也从来不待见以他为代表的文革新生代 是在这样的啊 一个一个一个认识的基础上 江青还是提出这样的一个动议 那么深谙其中内情的 嗯 这个毛主席 为这个事啊 说整整想了一夜啊 写进党章啊 这班人 没有啊 哪有这些例啊 说过了那 但是 政治 政治就是有精有全 在最高政治面前 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 那么在 大政治家那里头 尤其的如此 嗯 嗯 考虑了一 毛主席就同意了 老主席同意了 所以就写进去吧 没有什么 作为权宜之计 我相信毛主席当时心里想的 就是政治是有精有全 这就是一次权宜 就像 毛主席 毛主席 历来反对对他个人的所谓的个人崇拜 但是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 为了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纪文化大革命 为了触动中国共产党内的庞大的 啊 这个这个 走资本主席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阶层 甚至可以说这个阶级 啊 毛主席不得 不 利用自己在人民之中 在党内啊 充高的这个威望 并且为了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 顺利的发动起来 毛主席 后来跟司徒怎么讲 当时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所以呢 毛主席当时在1966年 啊 67年 包括68年69年 就是应该说 主要是66年67年 毛主席那个时候一度呢 应该说是 有意的放任全国上下 在林彪的号召之下 不断声闻的 啊 对于自己的这个 这个 狂热 啊 狂热的崇拜 包括对于各种民间 自发的 包括这个走资外卫的自保 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啊 是不是啊 把你的一 这个 一套政策给你推到极致 是不是啊 推到极左的一些个做法 啊 你比如说 中字五啊 你说 你说以毛主席的那那那那那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之气度 啊 他能看得上那个中字五 啊 以毛主席这一生啊 这天赋的这个这个这个美学思想啊 以毛主席一生的你看到毛主席的诗词你看到毛主席的书法你看看毛主席对于文艺影视作品的评论评价 毛主席你看看毛主席对于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深刻的认知啊 毛主席这个欣赏能力 你看看毛主席 就是啊 作为一代文艺评论大家 美学家 文艺理论家 就他那个段位他能看得上中字五 啊 他能看得上那种他那个早请示晚会报的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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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造的形式 他都厌恶死了 毛主席后来说讨贤四个月大讨贤那是心理化 啊 那是心理化 但是 发动文革之进 文革之初啊 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的时候 毛主席一度 都对此复之一笑 哎怎么搞怎么搞 只要是能够达成 啊 文化大论势力的发动起来 全国人民帅气的投入到 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来 冲破走资派设置的冲城的障碍 把一个个的独立王国给他冲开 把他妈的一个个阎王殿都给他打烂 能够实现这个最高的政治目的 政治目标 那就行 这就是政治 啊 这就是政治 所以呢 对于江青提议的 把林彪写进党章 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这个事 啊 毛主席就同意 这是一方面 这是一方面 考量 还有一方面 还怎么考量呢 啊 就是事实上 那个时候 已然形成了 把林彪写进党章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 形势比人强 文化大革命 啊 三年文化大革命 那么经过三支两军 到一九六九年 九大召开之前 那个时候 啊 尤其是七二零事件之后 毛主席战略上做了一定的退缩 对于军内 尤其是军内的当权派 嗯 做了很大的让步 啊 从那之后 军队 在当时的中国 在中国的当时的文化大革命中 啊 应该说 那个地位 正登峰造极之时 全国山河一片红 啊 所有的革命养员会的三结合 绝大多数 啊 军队在其中 啊 都是 作为一把手 作为掌实权而存在 整个林彪集团 以及他的势力所及 应该说那个时候膨胀到了最高峰了 已经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 一把手二把手里面 这个军人占了十六 各大军区正职和副职中 啊 总共那时候十一大军区 有五十四个人出身于四野呀 啊 九大后来 这个六九年四月份召开九大之后啊 选出了九大九届的中央委员 候补中央委员 四野系统的 就出身于四野的 进入中央委员会 占了多大的比重 别都不说 就是黄永胜在东北的时候 啊 一度做八宗的司令 啊 这个 司令黄永胜 政委邱会座 以前都是水济而聊的 啊 后来成了东野的八宗 啊 就这一个八宗就出了十个中央委员 哈哈 啊 啊 你想一想 当年的四十五军 啊 五十四军的前身 五十四军前身 四十四军四十五军 合并成五十四军 啊 跟十八军一样 战略一位力量 两 两大 啊 战略一位力 一 激动力量 一个八宗 十个中央委员 哈哈 你包括什么 你就像什么丁盛啊 是不是啊 啊 你就包括像 江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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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革命委员会主任 呐 陈世青 哎 川庆清完正宗 那个时候才是八宗的一个 äischen 时政委 哈哈 一个八宗就出了 十个中央委员 这是中央委员会议 然后你就看 那时候这个这个 九大的会场 台上台下 一水的绿军装啊 江青不是说吗 江青私下也说 说蒋介石当年搞了一个党国 现在呢我们搞了一个军党 一个军国 很多世界的一些舆论 国外的媒体 不也是当时如此这般的评论吗 说这个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后 红色的中国 搞起了一个军人政府 说现在在中国掌权的 似乎是一个军事官僚集团 这就是1969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候 中国的政治现实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 老主席经常说 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不是啊 那么你为了做更大的事 你为了 你为了发作 无产基金文化大革命 并且要把史无前来的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 这样一个最大的政治目的 政治目标 你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为了反修防修的事业 为了保证人民的这个红色的江山不变色 这个最大的这个政治目的 政治目标 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局面 拔出萝卜 带出泥来 你问 你萝卜拔出来 你仅仅就是萝卜吗 下边还有泥 不是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作为大政治家 你就得面对 这个萝卜底下的泥 毛主席你就得面对九大召开的时候 那样的一个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状态 所以一方考量 一页的思索 毛主席就同意了 后来林彪作业接班人的地位 不是写进了正式的写进了中国九大党章 那么通过这件事 通过江青提议 主动提议 把林彪 接班人的地位写进党章这件事 我们也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也看到了江青 是一个 他很有大局观的人 尽管他知道 自己对立面 那个以林彪为首的 那个军队里的当权派 对待我江青 对待春桥 对待文员 对待文革新生代 真实的那个态度 也知道他们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也知道他们 这个当面说好话 背后没少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但是出于团结的愿望 还是希望能够通过 这样的一个表示 通过自己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动意 主动示好的这样一个动意 能够让大家 不说尽弃前嫌嘛 起码能够求同存异 然后在一起啊 无论军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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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人当权派 还是文革的新生代 都是毛主席当时 发动和推动文化大革命 依靠的两大力量 那么在江青 他们就希望大家能够求同存异 作为毛主席的左膀右臂 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文武和弊 齐心协力 把文化大革命这场 守起来的运动搞到底 那你说什么叫政治家的风度呢 我认为江青 在那样的一个政治生态下 在以林彪为首的这个军人集团 对他们啊 甚至都明有的时候甚至都明目张胆 你像黄永胜 什么时候啊 这这这这这在乎过什么江青 张春桥他们 是不是 黄永胜敢在中央个碰到会上 指着江青的鼻子说江青同事 要多听毛主席的话 在他那似乎就一个景格山的老兵 就这样的一个老资格 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江青毕竟还是毛主席的夫人 你想象一下他们对张春桥 他们会是什么呀 看都懒得看一眼 我过去 但就这样 人家江青 还有这样的动议 人家张春桥 还在那随声附和 支持江青同志的这个动议 那你说 这不是新一代政治家的雅量和大度 但是 你反观 林彪为首的这个军队这些当权派 面对着文革新生代的主动的示好 和团结的这种愿望 那么这些军队中的当权派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是怎么有来有往的呢 可以 斩钉截铁的说 这些老军头们 连起码的团结的这种意愿 连起码的合作的这样的愿望都没有 好 林总 这帮人地位写进党章 这地位应该说是最后确定 于是这些老军头们 就开始有恃无恐 你看桌面上 推杯换盏 当面说好啊 桌子底下 你死我活 开始背后下毒烧 而且 率先发难 分享到这儿 下次我们继续来 谢谢大家